狂風暴雨肆虐把樹木吹得東倒西歪 龍捲風橫掃佛州多地炸出火光 汽車加速奔逃 開車上路電線桿全被吹到砸落建築物 外售級颶風米爾頓短短18個小時 就從一級颶風增強為五級颶風 相當於青台極速變強台 登陸橫穿美國佛州 超過160萬戶停電 短短3小時累積23公分雨量 水煙集息 記者泡在水中連線 雙框畫面一看 另一邊在岸邊的主播狂被海浪打 米爾頓颶風已成為今年最強風王 當地氣象局發布至少98次龍捲風警報 創下佛州單日最高紀錄 美國總統拜登也警告撤離有關生死 CNN主播形容暴潮來襲 就像海浪入侵客廳一樣 在攝影棚演繹暴潮來襲 人們根本無處可逃 米爾頓颶風登陸佛州後 雖然暴風圈遭地形破壞 已降為二級颶風 但破壞力依舊驚人 持續朝佛州東岸和內陸移動 仍然不可掉以輕心 記者李星座摩抖